如果我们能深刻地倾听我们的父母或子女的话语 观音菩萨就出现在我们心中 如果我们对别人的苦难能付出爱及同力 我们就能和菩萨的慈悲相应 与痛苦的众生连结就是与诸佛菩萨相应 跟菩萨的精神相连就会产生力量 我们会发觉它们正在我们体内 而我们便是它们在时空中的化身 觉醒心中的智慧是修行者唯一的职业 让我们呼唤闻生救福的菩萨 智慧最高的菩萨 行动力最强的菩萨 以及愿力最大的菩萨 试着与它们的精神相应 让我借由当下的言语和行动 展现出菩萨的风范 不要拖到今天晚上才做菩萨 许多佛法大师在艺术上的创作 并不是用来帮助人们暂时忘却 烦恼与痛苦 而是用来唤醒人们心中的智慧和慈悲 没有任何的荣耀或名望 可以跟身关事物本质所得到的 觉醒智慧的相比 藉由这份智慧而止息愤怒 便是在视线心中伟大的智慧种子 为重病或垂死之人带来喜悦 是非常重要的修持 病重或是瀕临死亡时 都应该有朋友坐在我们身边 帮助我们和心中的喜悦种子相应 否则恐惧、懊悔或绝望 将会轻而易举地淹没我们 能无惧生死 才能陪伴临终者 在临终者的床边 安住于自己的身心灵 你将会帮助这个人自在地往生 如果你正在陪伴 某位兵临死亡的人 你应该善用一些阴生和异象 来灌溉他们心中快乐的种子 以安详的心情面对死亡 时刻里进行这样的观想 可以帮助灵命中者灌溉喜悦的种子 每个人心中都有净土和涅槃 神的国度和天堂的种子 我们若是懂得修持和洞察 互生无面的实相 并体认到来去 只不过是一些概念 而能保持内心的稳定与祥和 我们就能帮助灵中的人 我们也能帮助自己无距离生活 安详地往生 并了悟到死亡是不存的 死亡或恐惧都不是实存的 存在的只有不断在延续中的无量化身 我们的身体就像云一样 也是视线出来的 当云不再是云的时候 它并没有消失 它不会化为乌有 它只是转成了别的形态 它变成了云 生活不要太忙碌 请花点时间修持 就算再忙碌 也要修持 虽然大部分的在家众都很忙碌 无法拨出时间来 听闻和休息此法 不过我们之中 有些人还是有余霞 可以听闻和修持佛法 修行不要等到临终 当下就开始精进地修持 可以滋养心中无惧的因子 临终时才能快乐安详地离去 我们需要花些时间来吻 私修佛陀的法教 这样我们才有能力 在临终时引渡自己 不要等到临终时 才去阅读和修持 怀海教育基金会 感恩各界护法大德 及善师们的爱心护持 温暖每一个受帮助的家庭及儿童 为了回馈社会 关怀弱势族群 海淘法师慈悲志业 自2008年 承接淮海教育基金会以来 及积极地协助清寒学生 弃养学童 中措生就学 生活及品德教育 并且不间断地从事监狱教化 祭品发放 急难救助 老弱病苦 担亲家庭 新住民和原住民家庭之关怀 以及协助未婚妈妈 及未婚子女的安置等 以圆满老安少怀 并发挥佛陀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的精神 让社会上的弱势者 也都能感受到 人间处处充满慈爱与温馨 淮海教育基金会 呼吁大家共同 来关心社会上的弱势族群 累积福慧资粮 并祝福所有的家庭以及孩童 都能在佛陀及正法的护佑下 身心健康 平安吉祥 护持淮海基金会 发扬佛陀大慈爱 援助弱势众族群 同离忧患长安乐 护持账号50059824 50059824 顾名淮海教育基金会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斯里兰卡的每一天 为了利益当地友情 师父都带领大众 准备丰盛的饮食 享宴各地因战争 灾难 意外 病苦往生的众生 并且以佛号 经咒 甘露加持 令其超脱苦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佛经有个故事 穆建联尊者有一天要 隔天有大法会 他要回到金色 就要路边看到有五百个鬼 在那边哭哭啼啼的 很伤心 怎么会这样呢? 等一下问佛陀 然后继续往前面走 快到金色 又看到五百个鬼唱歌跳舞 很高兴 奇怪 为什么那些鬼伤心苦 这边的鬼在快乐呢? 等他见到佛陀的时候 他就问佛陀 佛啊 为什么呢? 那佛陀就回答了 他说前面哭的五百鬼啊 因为他们的子孙 不懂的佛法 明天要为他们杀羊啊 祭神啊 他们会堕落更深的痛苦 更地义里面 所以他们在哭啊 然后呢 在前面那五百个这么快乐的鬼 他们的子孙是信佛的啊 他们明天要到金色来 供佛摘身受保观摘戒 那这五百个鬼 明天有些甚至会升天啊 会很大的富报 所以他们很快乐啊 所以我想 就像我们要来 这批人要来斯里兰卡了 这边的众生快不快乐啊 哎呀 等各位来大作功德啊 那就像我们今天去 去 去超市 哇 这边买啊 那些那些子愿都在看了 这批人疯了啊 全部面包都扫走啊 食物都扫走啊 他们要做什么 连导游都一直问我 你们在干什么啊 因为他们在斯里兰卡 南传佛教基本上没有在超度的 南传佛教中的是个人解脱 再来就是有原词 就把自己的功德 回向给父母祖先 这样回向 但是大乘佛教呢 了解鬼道需要什么 地狱道怎么办 畜生道要怎么办 所以我们来这边 动物要替它放生 然后鬼道啊 被杀得要超度 地狱道啊 打开啊 回向 对人类呢 要供养 布施 等等 回向天道 修罗道 所以 这就是大乘佛教 殊胜的地方 所以我们要明天供佛宅生 供养一千两百位出家人 夹杀供养 放生 救牛等等 都要回向给这些父母祖先 所以他们很快乐 特别是斯里兰卡当地 没有超度往生者的法门 因此行程当中所做的一切事实 药贡都有着极大的影响 不但对亡灵的利益不可思议 更借由法会的姻缘 将此殊胜法门 传递给有缘参与的当地人 麻烦义工菩萨把米也打开啊 等一下下施 大家手上抓一把米啊 还有一些食物 就准备要去开始下施 百千万劫难遭遇啊 他们在这边等各位 等了几百年啊 终于有人要布施给他们了 因为二鬼道有的是时间了 最短的寿命一百七十万年 没得吃没得喝 永远在病毒 乃至没衣服的阶段 但是我们对他们做大布施 二十九夜观想自己 变观世音菩萨 身形广大 遍岔土比地球还大 你每一个毛细孔出现了 无限的功德要布施给他们 要衣服给衣服 要药要食物要甘露 所以把众生当作是自己的父母 最亲爱的对他做大布施 所以现在念嗡啊哄 哄的时候胸口发出声音 把马八万毛细孔 把你的功德 一切要布施的都洒出去 来 嗡啊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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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言深藤 寻香刺意 大乐甘露满虚空 少妙法味 饮食充足 滋润身心 勇离斜行 利益有情 离足部位 身口异常清静 愿一切友情 皆得同享功德 无病离苦 随愿升天 升净土 扶持参与者 自他增益不惠 所求如意 修行顺利 承办各种事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